哈囉各位FOKPoker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Ryan 今天我要做個影片來教各位新手玩家怎麼樣開始你的德州普克之旅 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教大家一些很基本的策略跟一些小技巧 讓你在了解規則之後很快就可以上桌實戰 然後來享受一下有趣的遊戲 好 我們一起看下去 首先呢 我先帶來簡單介紹一下這部影片到底要講什麼 第一個我要講解的遊戲是Limit Holden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無限柱的德州普克 所以如果你是要學Limit Holden的就是有限柱的或是奧馬哈 那就是不是看這部影片 這不是要講解的遊戲 第二個我要講解的是Catch Game的內容 所以說如果你是想要學錦標賽的 那可能要點到我們網站的其他地方去看 第三個就是說我這部影片的目標的聽眾是非常非常非常新的新手 你看我打了三個新 這三個新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是可能聽過這個遊戲 你甚至完全不會玩沒關係 然後你聽過這個遊戲 然後稍微知道點規則 電視上看過或是網路上看過 可是不是很會玩 或者說你有一點點玩過 可是其實只知道怎麼進行 但是不知道怎麼打比較好 那這個影片就是為了你而設計的 我會等一下我會簡單的講解一下說 你應該注意到什麼事情 讓你馬上從新新新手 然後進步到新新手 然後再進步到新手 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這部影片可能只會有十幾分鐘吧 不會太久 所以說你必須要自己做一些課前的準備 那不用擔心 這些準備在我們的網站上的前面幾個步驟 你一步一步過來 前面幾個步驟應該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內容 而且都是非常淺顯易懂的 第一個 希望大家可以先準備知道一下得錯課課的基本規則 也就是說你一個人會拿到兩張牌 然後大家可以幹嘛可以幹嘛這樣子 那基本規則裡面有哪些呢 包括基本動作 你可以Call 你可以Rest 你可以Full 這個你大概知道 就是加注啊 蓋牌 你要知道 再來你要知道牌力大小 那這些東西就我剛剛說的 我們網站的其他地方都有 你可以先點去看一下 如果忘記了把它準備在旁邊 然後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就可以繼續進行 那這個我就不多說 那再來我剛剛有前面講到這個是講 現金桌Cash Game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要學錦標賽的Tournament 或是SNG等等 那我們可以建議你到其他的步驟去 我們的網站上也都會有類似這樣的影片介紹 那現金桌跟錦標賽有什麼不同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大概知道 不過我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現金桌你在桌上 這個所競賽這些籌碼 就直接是現金了 如果他是一美金就是一美金 兩塊美金就是兩塊美金 但是錦標賽的話呢 你桌上的籌碼比較像是一個分數 一開始在報名之前就先繳好報名費了 然後大家手上拿的是一個分數 你真的輸了一千片籌碼 那不代表一定是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這是比較不同的 現金桌的輸贏感覺好像比較直覺一點的 再來因為我覺得 德州復刻這種東西 或是這種遊戲類競賽類的東西 除了知道規則 知道理論之外 你還要自己上桌去體驗嘛 那我希望說大家都可以 照著我們的步驟來之後 都安裝好了PokerStars 並且有自己的帳號 那在看完這影片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上桌去實驗一下我們的一些內容 好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因為這是講給最新的新手的 那我等一下會實際來打一兩桌 然後就講一些我覺得必須要的觀念 那可是這總是沒辦法去巨蜥迷的這個 什麼都包含到 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在看了這個影片 如果你認為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不太清楚的是我沒有講到 或是有些東西我講過了 可是你覺得還可以來進一步討論 或是講的不夠詳細 都歡迎在我們的討論區去提出討論 然後提出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回答你 然後一起大家會員朋友間也互相一起討論 然後一起進步 OK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單的教學 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主要打開我們的Postars 我也大概講一下你要怎麼去玩 呃 你看到這個介面 其實它可以調成中文的啦 那不過其實中文英文它這個 位置 就是在排列都差不多的 然後而且 呃 你之後上網常看很多資料啊 可能都會看到這些簡寫 所以說 我覺得 看個人習慣啦 不一定要調成中文英文 好 那得多部分是這個 Holden 然後我們選這個 這邊很多Limit對不對 我們選No Limit 就是無限柱的 這邊就是有限柱 無限柱 然後這是底詞限柱 然後這就是Play Money 就是假的錢 如果你覺得有點 嗯 還一開始玩爭錢有點不太放心的話 你可以先玩這個 好 那我們就今天講No Limit 然後我們就打 玩這個 你看它這個每一個都有等級嘛 那我們就玩從最小的開始好了 那如果你有時候按這個發現 欸怎麼沒東西 那可能是你這個綠燈有按到 你就先把它調掉 這是一個篩選器啊 這邊我就先不多說 這個網站上的文章 會介紹怎麼去選那個東西 好 那我就先來開個 一兩桌吧 怎麼選呢 基本上一開始就順便選就好了 我們就打最小的 我們把Stake 往上 最小的是這個 0.01 0.02 那你會看到有些 你看這邊好像有個6 6就是最多是6個人 沒有一個6的 最多就是9個人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 找一個 六人桌 這邊 欸 現在這邊剛好 有個位置 看到位置你就 欸這個被人家先做了 剛快選一個別的 OK 好 那你點開了之後 就會發現它會叫你要做這個 你要買多少錢 它最多也可以買到5塊 5塊就是 你看一個大盲是0.02 對不對 所以5塊就是250個 大盲 那 一般我們是買100個 你有買超過也可以 或是買少都可以 無所謂 那我這邊就買一個2塊錢 OK 那你會看到 我桌起來了 這個桌子 我們這個叫做NNL2 OK嗎 NNL2 不好意思 我把它移掉一下 欸 這個是一個軟體 就是說 可以 可以那個 追蹤 你的表現 然後可以分析對手 以後我們的進階的影片都會 交到 不過今天就 可能先 先不談 這麼多內容 因為這是屬於 新興新手的影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了 嗯 我們還是帶大家看一下嘛 這個叫Button 對不對 對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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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就是小盲 再來就是大盲 然後大家就開始輪流 下注 所以這個人 Check 直接Check 那就換他 那我們一開始進去 通常就是要等那個大盲 因為 你如果 還沒有進來 你就簽付的話 那可能就是 有點浪費 那個錢 好 那對於新手來說 我想會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說 新手有些地方可以馬上加強 就是七手牌的選擇 有時候新手 常常 不知道怎麼樣去 就是 不然我先看三張好了 先看這個三張出來 再決定 或是 反正你前面這樣加那麼小 我後面還有那麼多 那 前面大家加個0.04而已 我後面還有兩塊 那咱來先看一下 那 那這樣的想法就是不對的 事實上 德州布克的這個選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這個選牌的 基本觀念有什麼 我給你講一個大方向 就是說 你看喔 現在這個桌子這樣 Button在這 對不對 這一個是 preflop 第一個動作的人 那這是第二個 那這是最後 最後應該在這 可是 進去看到 看到ball之後 看到flop之後 發彈的最後動作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個 觀念 就是說 你 月先動作 像我現在等一下 要最先動作的話 月先動作 像UTG 那個 六個位置的名稱 那我們先不一定要知道 可是 你有知道的話 我就照這個方式講 UTG 就是 要玩最少最少牌 那通常 前面的位置要玩什麼牌 你只要玩那種 兩張的那個 牌是很大的 然後或者是 你是童話 而且 連在一起的 或是玩對子 基本上就是玩這些東西 那你不能玩要很多偷集的牌 像是 什麼 5 7 或是 像是 K8 不同話 這樣之類的 這種東西 你在前面就不要玩 你就要直接丟掉 你連什麼 先跟一個 你說什麼先跟0.02 那這樣不行 我們 打著這個撲克呢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說你要 你要 保持積極性 你要 如果有想要玩的牌 你就要用Rest 不然你就應該要把它 放掉 你不能去 一直跟著0.02 不然倉其愛說 這邊也會輸很多錢 好 那我剛剛說 前面的位置呢 你就應該多玩一點牌 多 不好意思 前面的位置 你就應該少玩一點牌 多玩一點很強的牌 那到後面一點的位置呢 你就可以開始加一個 偷機的牌 像 像這個牌 各位就不能說 欸 銅花可以玩 不行喔 這個8跟3太小了 第一個 第二個它沒有連在一起 第三個 前面的人加滿多錢的 所以你就要選擇 4 那我說前面的位置 玩什麼牌呢 我玩對子 那種AA KKQQ 七七八八 當然可以玩 然後大的 大的牌 KQ KJ 那可以玩 那銅花更好 90然後是銅花的 那也不錯 這樣 那到後面的位置呢 假如是Button 你就可以開始玩一些像是 可能 嗯 85 85 85銅花 或是你就想玩一點 K 4銅花 這樣之類的 或是A3 不同花 欸 就可以玩 可是 你在前面呢 你就不能玩 OK 這第一點就是 起手牌 第二點就是 積極性 你必須要保持一個積極性 像他們這幫陣戰戰打 對不對 越積極的人呢 為什麼越有力 因為得多撲克 你有兩個方式可以贏錢 第一個是 你要翻到一個很大的牌 然後最後攤牌的時候 欸我牌比大 第二個是 我牌算比你小 可是我很積極 結果你就被我 bluff 我們叫bluff 就是炸呼 就是嚇人 呼人啊 如果說他現在下0.3 對不對 那如果他 他搞不好沒牌 然後可是你現在這個 他蓋牌了 那這個底次全部都是他的 所以說得多撲克 你有兩個贏錢的方法 不一定要中牌 所以說 這兩個都是 得多撲克裡面很重要的 一部分 你除了要 會 呃 不是說會中牌 應該說除了要 選擇好的洗手牌去 擊中 強的牌之外呢 你還要知道什麼樣 靠你的積極性 讓你保持在一個 嗯 比較好打的狀況 那像這個地方 這個人加了0.03 這個加了這 那這個是屬於什麼位置 屬於不好的位置 不好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呢 通常你要玩 你就不能去跟 你要去跟你就要 至少對直 或是大一點 可是這個A4 而且又不通話 所以我們覺得Fold 那通常 初期的策略就是 你不要讓自己去陷入 很多那種 呃 不必要的狀況 或是陷入很多那種 很兩人的狀況 你就會打得比較好 好 那 呃 因為這個太慢了 我們看一下 在PokerStar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 像這個桌子大家看懂了嗎 這樣怎麼用 PokerStar還有一個新的特色 叫Zoom Zoom Poker Zoom的話呢 就是說你可以 我開給你們看 我現在來試試看 Zoom 它跟傳統Poker一樣 只是它很快 它只要一Fold呢 你就可以玩一個 另外一桌新的 所以說 如果你覺得剛剛那樣很慢的話 你看我們看這個 OK 吃飯給我們看 Zoom是怎麼樣 如果你說你是不是比較喜歡 大桌子不喜歡開太多 那你可以開個Zoom 你看我現在Fold 然後對手馬上就會換了 那如果這邊有牌 我覺得不好 Fold 對不對 不如我就用Zoom來講個幾首 好 像這個八九 OF OF 就是不同話 八九不同話 如果在前面就不能玩 可以在後面 欸 就可以玩 那你可以選擇 要加多少 對不對 我們就加個一點點 他們蓋牌一看就贏到錢了 所以這就是積極性偷到底次 好 那這個牌是非常不錯的 基本上這邊有幾個選擇 Fold一定不是選擇 因為牌太好了 你可以call 你可以res 那我剛剛說保持記憶性就要res 對不對 那這邊其實 這邊也有不錯的牌 欸 這邊有不錯的牌 我先加 那這邊這個呢 其實都可以 那 關於哪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裡面的數學其實是 有一些蠻複雜的 也有一些理論在裡面的 我們這邊不多說 那你想這麼大就怎麼打吧 隨便 我們看一下 欸很幸運我們中了一個 最大的對 那這邊呢 我們當然不可能蓋牌 那你當然先下數欸 可以通常我們會 先check給剛剛有積極性的那個人 我們看他變什麼花樣 這樣子 OK 它下注 那你這邊可以加注 你也可以call 你覺得不能Fold 那我覺得 你call應該最好 那這邊它因為 加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這邊就去call C7 OK 那這邊有 繼續keep 這個你不可能蓋牌了 可是通常就是這邊 在去check 繼續check 因為它有積極性嘛 讓它繼續展現一下 它想做什麼事情 OK 那這邊 C7 我們可以先更一次 看它怎麼樣 因為搞不好等一下 摊牌我們就贏了 好 這邊它沒有下的話 那 德歐浦克裡面還有很重要的技巧 是讀牌 你要去判斷 對手 有可能有什麼牌 那它這邊當然 滿有可能沒牌 有可能是中間一對 可是不論如何 這邊應該是下注最好的 我們就來下一個 少個注 那我覺得C7這邊下注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你可以下注它搞不好一直蓋掉一個 KQ或者什麼牌 不錯 可是 C7基本上希望還是打一個小的底次 就去check 希望等一下check check 我就可以贏錢 那像這個牌不好 就可以把它蓋掉 check check 希望可以贏錢 068 不錯 OK 所以說你看 這個剛剛這兩把 都是屬於用有牌來贏錢 現在玩到這裡 這個是不是不好 我一直試 可是現在是一對一耶 所以我這邊可以很積極的 來對它攻擊 那這個牌是怎樣 不好的 所以我們fold OK 所以這樣就是 基礎設計就蠻簡單的 就是說 你要選到一個 好一點的牌 然後 打積極一點 然後不要犯太多錯 這樣子 像這個牌好不好 還可以 銅花就不錯 那 可是 位置怎麼樣 位置普普通通 所以如果要玩的話 我就不會扣 那你可以 你可以加注它 看看它可不蓋牌 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邊fold當然最好 不過我們來錄的 下注看看 看會發生什麼事 欸這個很多人可能喜歡玩喔 這一把對不對 所以它銅花不錯啊 可是位置太淺 所以這邊最好不要玩 所以這邊 喔 好那我剛剛有下注 所以我希望 繼續下注 它可以把它搶下來 希望它蓋牌 那 呃 這個地方我們就判斷 喔 它跟注得很快 而且 在這個地方 我不太能代表什麼 太大的牌 然後我覺得 地等級的玩家 可能比較不喜歡蓋牌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就希望check 放棄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呃 在 在玩一個牌的時候 在判斷一個牌 但是事實上 你有很多 很多因素要考慮啦 那 它當然不是那麼 那麼簡單的 所以說呢 呃 我們在往後的 影片 跟文章中 我們會慢慢的一步一步 教大家 怎麼樣去 呃 分析 怎麼樣去進步 那今天先給大家 最大的觀念就是 位置很重要 越後面的 你看就是 最後面的位置可以玩 越多牌 這個前面就不能玩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保持記憶體 你想玩就下注 那種 會比較 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好 那今天的 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那往後的影片呢 我們會開始慢慢的 用來像這個 這個軟體 點給大家看 像這種軟體呢 我們會開始慢慢的 去教大家怎麼使用 怎麼樣去 用這個判斷洗手牌 這個是 看我一樣 拉 按一按就會有一些 數字出現 那其實這些都是有它的意義 意義存在的 然後我們可能會教大家 怎麼用後的那樣的 去判斷 去判斷 分析一些東西 然後 像這個 我印好了 分析一些東西 然後 如果說你有任何想學的東西 你看像這邊 剛剛這邊 我呢 看一下看一下 最後一把牌 看一下 這邊我一開始覺得拍得不錯 我就加 然後我積極的想要把這個底詞搶下來 然後呢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把這個關掉好了 等這把牌打完 把它關掉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沒有排 可是我就很積極的下注 因為積極下注 就很有可能 你看就把錢拿下來了 所以說積極 保持積極性 你就不需要有牌 可是有牌 是很重要的 不能什麼都玩 好剛剛一開始呢 我們再看看一次 我就持續下注 它在跟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Q 幾乎是呢 在我 我這邊很有可能 有個Q 然後它這邊 很有可能 一些總等的對值 然後這邊有很高的 機會拿下來了 所以再打一次 那它剛剛沒有蓋的話 我覺得最後總是要蓋了 所以 再O1 打一次 不然你搶下這個底值 所以保持積極性 你就不一定要重牌 但是 你如果 一直玩很弱的牌的話 你就要一直這樣子 Block 如果一直Block 的話你就 比較有可能失敗 所以只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好 總之今天的課程呢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你大概了解一下位置 然後跟起手牌的重要性 接下來呢 我會 做更多 更詳細一點的 帶領大家慢慢的 從新新手 到新新手 然後到中手 到你可以獨當一面 成為一個職業的玩家 這樣子 然後開始享受 這個遊戲 已經可以開始享受了 就是 申請帳號 回家打開PokerStar 馬上就可以 開始進行一下遊戲了 好 那這邊是FOKPoker 我是Ryan 有任何問題請 給我們留言 或是寄信過來 我們都很樂意為您答覆 好 謝謝大家